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希望從頭顧為名譽 歡迎收看今天早上呼籲 針對我們在每一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都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無論如何 每一趟不管買進賣出 都要有所本 那是所謂的本 就是我們要根據這個訊號來執行 我們該做的這個動作 那畢竟這個訊號如果來做產生 我想我們每一天都有跟各位做強調 就是說 我們是透過一套這個 自衛型的這個操盤工具的協助 那一套好的工具 除了能夠協助到各位 來做到一趟精確 去掌握住這個盤勢的變化 我想每一趟多翻空 空翻多 每一趟這個轉折的一個重點 幾幾乎乎 都提示給各位 幾乎是一天不差的一個掌握 大話除了在盤勢掌握以外 那特別針對操作面 個股的部分 一套好的工具 依然可以來協助到各位 去做到一趟叫做精確的一個選股 跟這個買賣點這個決定 那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你在昨天之前 就已經有加入到 為了說我們Light at還有行列 那各位你不妨可以到昨天 在盤中盤中 盤中我們在這個11點56分 一路565758 就是說這段期間 我們給各位做的這些相關 這些個股的鎖定 那這些鎖定我想就是說 一樣是透過這個軟體 一樣就是說在每一天開盤過後 開盤不久 就會針對當天精挑細選 自動去篩選 9點開盤以後 一檔到三檔 三檔以內的這些相關個股 不管多不管空 相關個股的一個鎖定 那大話我們在昨天針對 我們在11點56分 有特別針對 就是說以昨天這樣子篩選出來 包括這一檔這個快打短多 這檔標定 就是2313這個滑通 我講以滑通就是說在昨天 它產生這個短多的一個買點訊料 在多少 18.75 18.75 然後到昨天它收盤 收盤收到19塊1 昨天是漲了2塊1 去2塊2.1% 那相對延續到今天的這個滑通 我想以今天這個大盤 還是一樣起起伏伏 在平板上下做個震盪 小漲小跌 那重點就是說 以滑通這檔標定 到今天股價也高高到19.65元 變成說這一趟從買點弧線的後續 今天又漲了2.9% 那當然的話短短兩個交易日 這樣子累積下來 這個價差都已經來到5% 半根停板的這個價差 那畢竟我想這些個股 我們在昨天都已經分享給各位 在盤中各位你不妨都可以直接到這個昨天 盤中在11.56分的一個相關分享 這是針對我們在昨天分享給各位的一檔 這個短多的一檔標的 那另外我們針對這一檔這個波段起漲的一檔個股 尤其說這檔標的就是說 這個紡織個股1439的這個中和 中和我們在昨天是11點58分 在我們這個Linead直接分享給各位 我想我們也不給各位馬後炮 因為畢竟這個個股事先分享 我們再來做事後的追蹤驗證 那畢竟我想以中和這兩個股 就是說在昨天我們分享給各位的那個當下 買點訊號 即將要做一個弧線 即將要做一個弧線 這一段修正回來之後 我想這他空頭柱狀 空頭的力道一直做一個遞減遞減遞減 我想這已經即將買點要做個弧線 那當然的話 我們在昨天這個盤中 就直接分享給各位 你可以特別留意 這個買點即將做弧線的這個相關個股 那當然我想以這檔標的 今天的表現相相亮麗 1439的這個中和 今天買點果不其然在這個31塊8 31塊8 買點訊號做的產生 那買點訊號產生你要去執行什麼動作 當然你要去做買進這個動作 那麼以中和這檔個股 今天到了10點15分 10點15分以後 漲停鎖住 漲停鎖住 那畢竟我想這個是我們在 昨天就事先分享給各位的相關個股 昨天激起忽略什麼漲 那延續到今天 買點一出現 馬上就做這樣激功 亮燈鎖住漲停 這是針對中和的部分 昨天買點弧線 昨天是買點快要出來 那延續到今天 這買點正式做個弧線 馬上買點一到 馬上強鎖漲停 強鎖漲停 這是針對昨天的 這個我們在Lite 8給各位做相關事先分享一些個股的實際上狀況 那畢竟這些個股我想我們在每一天 開盤不久 軟體電腦就幫各位去直接做個篩選 我想全部上市上位公司1500檔標的 那變成說他如何用一個快速精確的一個萬中選意的一個選股來做個鎖定 那當然一套好的一個工序 就能夠來協助到各位 精確選股跟這個買賣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這個買點訊號賣出訊號都是清清楚楚 價位都是清清楚楚 沒有任何含糊空間 那畢竟每一檔標的都不一樣 每一檔高票 該走多該走空 我想你不管是說他是處在一個多位階 多頭趨勢空頭趨勢 還是說他是處在高位階低位階 我想全面性 透過這個軟體 就能夠如同一個照耀鏡一半 每一檔個股他不同的走勢 可以來協助到各位去做到他完完全全的這個掌握 這是針對我們在昨天分享給各位的 一檔短多個股跟一檔波段起漲個股的實際上表現 那畢竟我們在今天盤中 就是說針對盤勢的一個規劃的重點當中 我們特別提示各位 針對這個相關MOSFIT 這個相關這個概念個股 這個族行的一些相關個股等於是說 他延續目前的一個漲價效應一路 還是會延續到這個明年上半年 那畢竟我想在近期他股價經過修正 那股價修正 我們在每天也跟各位做強調 每一趟操作你無論如何 還是要根據這個訊號 根據訊號來執行各位你該做的動作 那畢竟我想以 包括像MOSFIT像這個尼克森的部分 今天這麼短多的一個買點訊號 在這28塊7 28塊7買點做個弧線 那到他今天收盤 收盤是漲了一個5.3% 去半天也停辦 我想這個剛剛好這個接換點 買點訊號做的產生 做一趟起漲的一個上攻 這是尼克森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像MOSFIT像6435 這樣大庄的部分 他的短多的買點訊號在這邊 89塊半 那近期我想以今天這檔標的 現在漲超快接近2% 都是屬於一個叫剛剛好 起漲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短線都已經經過整理 我想整理過後的這種個股相對 籌碼安定度高 我想這個依然都蠻值的 各位來做到鎖定的一個操作 這是我們在今天一樣 實際上針對MOSFIT的一些個股 來做到他買進這個動作 那我想講回去說大盤的部分 畢竟我們在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最近這一段期間 就有一個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我想我們每天跟各位做提示 就是說在股市操作無論如何 根據訊號 採一個叫順勢而為的 多空雙向操作 因為畢竟你只做多不做空 我想這個實際上各位經驗談 就是說如果你一路做多一路做多多 不會去做卷空的投資朋友們 在這個波段想必 狀況會非常非常慘烈 因為畢竟像10月份在一修正拉回 一拉回1600多點 戶潮之下根本就無完卵 那等於說最近這個波段 畢竟我們依然是根據這個訊號的提示 當然我想一套好的工序能不能帶各位去避開 不管是前面這一趟 8月30號一修正500多點 這一趟10月初 10月1號2號 連續兩天產生賣訊 一修正就1600多點 都可以帶給各位全面性 成功去做這趟避開 趨擠避休 當然這個波段 從落底到9400點 他目前在延續這一段叫做記錄性反彈 這個記錄性反彈 我們在每一天跟各位做強調 目前這個階段點 反彈 畢竟是反彈 所以說我們的策略面重點 依然都是維持一個叫 短多的一個價差操作 我們還沒有翻空 那至於什麼時間點要做翻空 我想我們在連續幾天 也跟各位做強調 你要去觀察兩個訊號 只要說這兩個訊號一產生那個當下 我們的多單部位就要去執行 也叫出多翻空的一個操作 所以說目前這個計算點 我想我們唯一的策略檔 還是採一下短多價差操作 那大家後續如果各位看到 緩彈上去 因為這個計算點 包括買點這邊出來 在上個禮拜有產生一個賣點 你可以做一趟短賣 後續再壓回來 壓回來我想到今天 短多這個賣點就即將做個虎線 我們等一下再給各位做分享 變成說這一段行情 我們都還是採短多 因為畢竟他是回來打第二隻腳 回測完成還會再繼續攻 那攻上去 我想各位你要去密切觀察 前波這個高點 在10月27號這個高點10127 這個10127這個點數 他代表一個含意就是說 他是這一個波段 空頭最後一浪修正的一個高點 那空頭我想這一趟的一個力道 就是從這一邊一路修正到這一邊 那我想你在目前走這個多頭的一個反攻 那多頭反攻如果說 連空頭最後一浪 你都沒有辦法把它吃掉的話 代表多方的力道 還是遜於這個空方 那代表說後續 比如說10127名連過都沒有過 那變成說後續這個914 依然還是會做得上持續性創低 都還有破底的一個疑慮 所以說我們無論如何說這一波 我現在回來打第20甲再攻 攻上去 10127不過的這個前提之下 我想這個快接近了 等到那個時間點 如果說10127還是沒過 二話不說 就是執行這叫粗多翻空的一個策略 那第20申隊 波段賣出需要產生的時候 一樣執行這個粗多步空 那變成說波段需要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我想在這個波段當中的話 你每一趟都根據這個訊號 一買一貓 這價位都清淨輸出 尤其一段一段 10月1號2號連續兩天 產生這個賣出訊號 那你這個賣點一到 你就算你沒有跟著 我們去執行這個反向線空 你至少你去做賣股票 你把這個避開 1600多點 這段的一個拉回風險 我想你至少這個訊號 帶給各位就是價值連城 我想說帶各位去做這趟成功避開 這樣一千六百多點 那賣點從這個10月29號 9489 賣點訊號做產生 這一趟漲上去漲了614點 到上個禮拜 我會產生這個短多的賣出訊號 在9818點 賣點賣點出來 賣點產生的話 你這一趟的買多的 多單部位 你可以來做一趟短賣 壓回再做一個重新充切 那這個壓回我想在這個波段 這段又做最後一趟壓回 那壓回我想到今天收盤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短多的一個買點訊號 又即將要做個出現 那這是之所以我們在近期 雖然就是說大盤做個拉回 那問題我們依然 側面還是採比較短多因應 因為畢竟 緩彈行情還沒有結束 那你就盡量再彈上去 看這個10127能不能過 過的話 他還會再回來再測一次腳 就打第二隻腳 測完腳之後 我想這個 後續能不能脾及泰來 我想在留待後續 我們再給各位做到 隨時的一個密切的一個緊盯 我想這樣子 你如果這樣一趟一趟的一個操作 你才能夠每一趟 其實做到累積財富的動作 今天這短多賣點 就即將做個弧線 我想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那畢竟為什麼我們這一趟還不賣 波段的一個賣點 現在988點產生了一個後續 我想到現結帳為止 雖然柱狀在做縮減 那問題我們到目前 依然都還沒有去做一個 就是說還是採比較短多的因應 因為畢竟 波段的賣點還沒有產生 那如果說各位 因為畢竟距離這個零走 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等於說後續如果說各位你有看到 又是形成一個叫 如同這個油紅又翻黑 賣出需要做一個產生的當下 就如同這個 賣出需要做一個產生後續 賣點產生依然要去執行 一個叫全面的出多布框的一個動作 這是兩個關盤狀點 斷了10127會不會過 後續如果說 波段的賣出需要也產生 那當然的話 你符合這兩個條件 任何一個條件 就要執行這個叫全面性 出多布框的一個 反向的一個操作 這針對大盤部分 那大家我想以在這個接觸點就是說 歐老師我們從這個波段 這波怎麼收起 從這個 這個919 就是說 11月29號買點做個弧線的後續 這一趟我們做上來 畢竟這些相關這些個股 全面性 依然我們是透過這軟體的協助 來做到精挑細選 那我想這些高評 我們在當時第一時間 都有在我們這Linead 給各位做到第一時間的一個分享 第一時間分享 我們事後再來做到追蹤跟驗證 包括像248魚像強茂 大盤在10月29號產生買點 最後一盤 那我們再隔一天 全面性補空翻多 那真的像強茂的部分 買點性要到20.4 連3Q5天天天漲天天漲 那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短多價差 你會買你也要會賣 我想我們這個相關訊息 都有提示給各位 那你不賣 你只會買你不會賣 後續還要留下來 留下來之後差多少 你這趟這樣子價差 5天的價差來到34%之多 那相對就是說 你不賣 壓回來 你的獲利又吐掉快接近16% 幾乎把你的獲利又回吐到一半 回吐到一半 所以說你會買你也一定要會賣 不要報上去又報下來 那當然我想以強茂這檔標題 今天不要有點變化 今天他的一個 第二趟的一個買點訊號 要做一個無限 買點訊號在多少 24.35 買點又出來 那各位 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我想這個清清楚楚 各位你都可以按表操客 連8Q5個一樣 一個禮拜31塊錢的獲利價差 有買有賣 你不賣 獲利又吞噬掉 回吐掉11塊半 這大賺31塊 陽明光四天賺了27.5% 尤其我們在當天跟各位講 賣的香香漂亮 我們趁他急拉Q8% 就做賣 你當天沒賣到收盤 一天差多少 差14% 那等於說我們這個27.5% 獲利下差 短短四天創造出來 後續你如果會買不會賣 又Q來我想拉回多少 一拉回就是拉回高達 這個18.5% 18%我還不贏 所以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一定要會買會賣 那畢竟我想以陽明光 我們在之前 在9月3號114塊錢空過一趟 那當天你就算不空 那你只要做賣的一個動作 當時你賣10張 你到現階段你可以買20張 這買點62塊多 那當時714塊 空第一趟 空第二趟88塊8 10月3號 我想當時的現空 是為了現在的班多做準備 那另外包括像華漢 我想我們在前年也跟各位分享 怎麼買怎麼買 買點需要產生之後 連三五天天天收紅 33塊半額獲利價差落袋 昨天做壓迴13塊半 我想無論跟各位做強調 短多的一個價差操作 絕絕對對 不要買進去你就抱著不動 一定要有所動作 該買該賣該賣 該賣把價差做個崛起 我想這樣子 你才能夠去做到 讓成功去累積財富 那畢竟我想在最近這個波段 我們不但跟各位做強調 像最近跌的很深 不管像瓶蓋被動元件 細心眼 這些個股 最近像細心眼漲得比較像樣一點 那問題是說 很多投資朋友們 就算你在高檔你有套勞的話 現在再怎麼談 都回不到你的成本 那回不到你的成本 你要如何來做逆轉 我想我們在之前都有 每天給各位提示 你要逆轉是唯一的一個策略 叫什麼 短多價差 你就用根據這個訊號 你去採一個叫短多價差 那包括像這個環球星 就算他怎麼談 也談不過才四分之一 第二 被動元件更扯 甚至連一層 很多個股連一層寬斷 收穫一層都不到 那你要如果來做營利 我想你就是透過我們軟體 提示給各位 我想每一檔個股 這個軟體的訊號都不一樣 每一檔高級 你可以針對你套牢一些持股 套進去 這個一買一賣 一買一賣 就根據訊號 像環球星 你到目前可以做個兩趟 兩抓 已經價差多少 都已經84塊錢再加 再加8塊 已經90幾塊價差 那像這個國具的部分 你會買不會賣 到現在幾幾乎乎 現在還在破底 這一定是說 全面性 你都做白工 所以說我們針對像國具 我們就列舉各位 你就說 你在最近這段期間 有搶多的投資朋友們 一樣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買點需要產生你做買 賣出需要產生你做賣 一趟一趟 我想你到目前已經做過三做 像國具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第一趟賺52塊 第二趟賺8塊半錢要少 那第三趟買點之後 到目前收盤 今天太半 賺6塊半 就是說你到目前為止 做了這三趟 你可以累積獲利67塊 那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套牢的話 你套牢 壓迴破底之後彈上去 高點你要先做賣 你先做賣的話 我想你可以先賣 打下來買點出來 你再做買進 你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這座你先賣一趟 你在高檔套的 這裡先買一座 這樣下去 你再買回來 我想你第一趟 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38塊半 第二趟這邊賣掉 這邊再買回來 第二趟可以差多少 你的成本可以降低22塊錢 再加上這一趟你 下差賺了8塊半 這一趟你要賺了6塊半 等於說這樣子營路 根據訊號的一個操作的實驗結果 你的成本一張已經 差了75塊半之多 那如果各位 你買了之後你就不動 抱上去抱下來 我想告訴我 你根本完完全全 沒去做那種解到套的一個動作 所以王主帆 這個是相關就是說 我們是獵取 這種個股的一個實驗狀況 那當然的話 每一檔形態不一樣 那檔的話各位你都可以 把你套牢的一些相關持股 你直接把這套軟體先帶回去 直接套用 你就根據這個訊號的提示 有套牢的拉高賣點產生 你要先賣 你再重結 我想這樣你的成本一趟一趟的一個降低 才能夠去協助到各位 去做逆轉勝 所以針對這套軟體 各位你如何來做取得 那我們有提供給各位1.88 這個快分準的專案 那這專案你就加入會員 我們會附贈這套軟體 那附贈這套軟體 不管個股 不管次數 多空訊號轉折訊號一把抓 我想這個各位你就一路驗證 包括好的工具 盤式的掌握 精確選股 如果像今天 昨天分享給各位不管是滑通 兩天價差了5% 甚至在昨天買點 即將做弧線的這個綜合 今天買點一弧線 馬上強拉漲停 我想這個全面性 電腦都可以來透過各位 做個直接的協助 那相關這個1.88 這個專案內容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到我們這個LiteApp 來做直接登記的下旬 好 那我們今天掛斷了 謝謝收看 謝謝 本公司以往值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這個分析 是